体育中心林伟帆报导魔兽在不知情下被喂食 屁股得知真相后崩溃狂喷偶 SHXT图翻射自报废公社 开版前NBA球星魔兽霍华德 Dwight Howard加入提议联盟桃园云报 今十四晚现身于桃园某夜市 狂嗑台湾小吃磕宰间 还咽了打弹珠 射飞镖 夹娃娃机等夜市游戏 没想他还在不知情的状况下 被喂食外国人文之色的鸡屁股得知真相后立刻崩溃狂喷偶 SHXT让全场笑魔兽吃完炸鸡屁股满意点头 并向摊商确认 吃肯鸡吗 图翻设自报废公社公开版魔兽霍华德 今天午就开直播与粉丝互动 只见他晚间惊喜现身 桃园某夜市 大磕磕宰间 更大仿在店家墙上留签名 用餐结束后 他还在摊位旁体验打弹珠 射标 夹娃娃机等夜市小游戏 现场挤的人山人海 少民众纷纷上前和霍华德合影 值得注意的是 网友在报废公社PO出霍华德吃炸鸡屁股的影片 见他吃完一口满意点头 并向摊伤确认 吃肯鸡肉吗 这则回吃肯鸡屁股 霍华德听后当场愣住吃肯鸡之后不敢 信大吼吃肯鸡 哦 SHXT图翻设自报废公社公开 画面曝光后 许多网友纷纷热议 我会笑使 在伊子体型会接近欧尼尔 太适合来台湾了 他真的适合综艺也在哪遇到他的 外国人都蛮难以接动物内脏器官的食物 饮食文化不同 好可爱 真会笑死 外国人不吃内脏 何况是屁屁 好可爱啊 喜欢这种坦荡不做作的魔兽 去肯内死 哈哈哈哈 觉得很好相处 这反应好好笑 哈哈很亲民 Dwet Howard at Dwight Howard 分享的文